我看过那种历史说的是以前的盐工 因为他们从早上去就是弄盐的时候 体力消耗比较大 所以早上就开始吃米饭 因为不吃米饭你就身体就扛不住那么久 然后这就是一个习惯就流传下来的 四川人都有一个豆花情节吧 特别是我们自贡 我们早上也吃白米饭 吃豆花饭吃羊肉汤都是配白米饭吃的 就像北方那种一直吃馒头 我们这一天三顿都是吃米饭 今年就是20年 我们爸来这里开店的时候 这条路才刚刚修好那个时候 豆花饭对于川菜来说 我觉得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吧 就像我们的那个回锅肉差不多 我印象深的反正就是一个 应该十多年了 那个他每天是吃饭是一点多两点才来 因为他要吃老豆花 然后那个豆花老的呢 就必须要等一点多两点的时候才有 一碗老豆花一个凉菜 所以他每次都是一来我们就知道他要吃什么 这个豆花呀 他把它加起来过后 放到这个蘸料里边 这个蘸料他有贴出的蘸酱 加了各种调料 然后把它蘸起来 一口吃到口里面吧 它是非常顺滑的 晚上就是街坊邻居啊 然后还有特别多的就是出租车晚上 最开始的时候呢 就给出租车 比如说我们的粮菜 就正常是卖20 我们就给它是15 就是少收一点钱 我们少赚一点 每年是不是28就是27 每天每年的晚上出租车过来吃都是免费的 都给他们吃 特别是晚上开夜班的出租车 他们对这个城市还是有贡献的 因为我爷爷家在农村嘛 他们就有一种手动的那种推豆花的 我们小时候经常吃 所以我们每次回来都要来吃 都要来吃豆花 就想感受一下小时候的味道 以前都是初六 因为以前就是从28放假直接放到初六 后来很多每天都有人打电话 因为他们很多人初六就已经走了外地的 特别是外地回来的 初六走了 所以我们就改成初三的 因为他们回来很多人都要吃一顿那个豆花饭 你去了外地 很久没有吃到家乡的美食 特别是自己家乡有特色的美食 你回来总是想要吃一口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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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